除了台北市長選戰引發關注之外 新北市長的選戰也引發話題 那麼這個之前民進黨立委羅志正 他5月3號的時候曾經說他獲得了徵詢 那麼兩個月短短時間態度轉變 他今天出面說他不選了 請黨中央無需考量 將他列入新北市長的候選人當中 他個人已經沒有參選意願 他說時間的流逝才是他最大對手 已經阻斷了他的真心與征戰力 那麼另外也有人點名 蘇貞昌的女兒蘇巧會出來參選 那麼行政院長蘇貞昌 今天是必重就輕的表示 提名問題由黨中央來決定 那麼正面團隊最主要的是要 顧疫情平經濟 現在剩下選舉不到四個多月的時間 新北市服務院廣大 這個29個行政區400多萬的人口 而且有百工百業無數的社團 所以我個人評估 在這麼短的時間要打這場選戰 基本上難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雖然如果有機會可以承擔是一個責任 是一個榮譽 但是以個人的能力來看 現在這四個月時間要打贏這個選戰 是難度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在這種考量之下 我沒有太大的意願來參選這次的市長 然後我也請這個黨中央不用再把我列入 市長候選人的評估跟考量 黨內的所有人都希望新北這場能夠選得好 甚至選贏 我不認為說有任何人是希望別人選得不好的 一定是希望能夠打贏這場選戰 那或許在整個戰略的評估上 市場的掌握上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至少我個人來看 我覺得時間絕對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素 只不過把這樣的時間的拖延 剩下四個多月的時間 如果再繼續往下拖 因為顯然下禮拜不會有了 下下禮拜 下下禮拜會不會有我不知道 那如果真的拖到七月底 甚至八月的話 那這個選戰只會增加它的難度 但我覺得這個對任何一個候選人來參選 也是一個不利的因素 羅志正是很好的人才 而行政團隊的工作 就是要故意請拼經濟 為人民服務提名的事情 就由黨中央去決定 好我剛剛看到羅志正是已經出面 表示說他已經沒有參選議院了 對此民進黨令委吳秉瑞就表示說 這個關於羅委員宣布已經沒有參選議院 這是個人行為都予以尊重 那麼他自己有意願參選新北市長 如果黨徵召出戰的話呢 會全力以赴 但是如果黨中央徵召黨內其他優秀同志 他也百分之百會支持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他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馬上就給你折扣